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費員我們的帳才開始 大家有沒有勇氣 有 工作權重不重要 在高速公路上收費多久了 在高速公路上一張一張 每年幫高通局收盡數百億的通行費 結果交通部怎麼對待我們的 拋棄我們 圖利遠通 這個是有道理的嗎 沒有 高通局圖利遠通 高通局拋棄南通 高通局拋棄東 高通 高通高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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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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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今天 收費員 少折十年 多折二十年 今天你們被高通局 就這樣子放棄了 拋棄了 告訴我們 告訴社會大眾 你們開業嗎 我們開業 投棄協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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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費商工作了十四年 然後高通局一直沒有給我們 確定離職的日期 那一直到要離職之前 才就很突然的就是被通知到 十二月二十九號 然後當初遠通給我們的承諾 還有高通局給我們的承諾 一直都沒有兌現 高通局說要遠通承諾 把每個人找到工作 好好的安置 有做到嗎 沒有 有沒有處罰 沒有 所以 所有現在收費員 本來在一個站一個站 辛辛苦苦的收費 現在到處流浪 這樣合理嗎 不合理 我們從三點天還沒有一樣 來到高通局 有任何一個高通局的人 出來關心我們吧 沒有 高通局不願意 本來是轉職的工作 後來變成轉介 現在變成就是美介 那給我們的工作啊 一直都不是適合我們的 像要介紹我們工作的話 給我們的沒有在面試的地點 沒有在直營面試 然後還就是設在服務區 就是達成我們很多交通上面的困擾 那目前的話 因為我們都是中年事業 所以現在在服務區工作上面的話 可能就是有很大的困難度 我們是遠東宜蘭廠 過去我們都是在遠東棋盤底下的紡織廠工作 但是公司非常可惡 去年的時候 他跟我們說 因為景氣不好 要將工廠收掉 把我們大家都支錢了 但是過不到一個禮拜 我們就發現公司還在用外包 繼續運運到現在 這樣的行為 根本就是在欺騙我們這些老員工 踐踏我們的尊嚴 對目前的遠東棋盤 都會一直在深圳 希望你們可以做到 我們的目標 是在6月30號 所有的工作 一定的環環 都能夠每個人都幫他 到處 怎麼也沒告訴我 我想很清楚 你現在說了這個內容 我們看線表就知道 連線表就爆破了 這個地方 他說 你見對的 越來越來越來越 越來越 你知道會更只有300多人 越來越嗎 因為我們都不信任遠東 我認為他只是騙我們了 讓你現在拿著人員 來扛在我們的工作權 抗起協商的日子 捍我工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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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力遠東 一定是高的朋友 一一定是高的朋友 抗起協商 抗起協商 捍我工作權 重啟先生 一定信仇为国有 把我工作选 独立人工 重啟老公